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单人荒野生存第76期 上一期,我准备用流动水立方来清空这整一片区域 呃,估计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清除完毕啊 那我还是来制作金斧头吧 然后把一些高大的树都给清理掉 因为好像只有金斧头可以一次性把树木跟树叶都一起砍掉哦 这样的话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了 好嘞,我现在只做了一把 然后来试一下效果 如果好的话,我再多制作几把吧 哇,果然有效率哦 一次性就把整棵树给砍掉了 但是,这个耗材也挺贵的 一把斧头就没了 好吧,现在我的背包也满了 去拿走一些东西 然后去多制作几把斧头吧 嘿嘿,这背包里经常一下子就装满东西了 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啊 呃,收走了几样东西 现在空出四个格子 可以制作四把斧头了 好嘞,斧头制作好以后 就继续撸树了 嘿嘿,然后这个流动水立方已经清除到第二层了 然后我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把水立方周围比较高大的树都给清理掉 呃,我还是飞到天上吧 在天上看的话会看得比较清楚 哇塞,在这个区域内 那边还有一两棵比较高大的树啊 小伙伴们 你们见过最高的树到底有多高呢 嘿嘿,现在我就飞过去把它干掉 希望我一斧头也能把它砍下来哦 哎呀,这把斧头的耐久度只有一半了 不知道它顶不顶得住啊 呀呀呀,大树好像很难撸啊 需要砍很久的节奏啊 哎呦,神奇了 耐久度只有一半的斧头 也能砍这么高大的树 那怎么我刚刚一把全新的斧头 就砍了一棵小树 也就废掉了呢 哎呦,这流动水立方已经清除到第三层了 那我还是先来做一些准备吧 先在这个电石块上面放上两个方块 然后等到这个流动水立方工作完成了 我就把它拆掉 拆掉以后再把它放到上面 继续清除上面部分的空间 嘿嘿嘿,好像流动水立方里面已经出现二撒蛋了 而且还是游之勇过来的 看来是冲之我来的咯 小子,我确实是冲之你来的 不过现在是大白天 我不敢出去被太阳照到呀 哦,原来是这样的 那我靠近一点把你给骗出来 哎,别过来啊 你这奸诏的臭小子 嘿嘿,说你二撒蛋傻就傻 这下子该去见野王爷了吧 哈哈,坑完二撒蛋以后 那就愉快地把周边的土块也给清理掉吧 哇塞,流动水立方终于把下面的区域都清空了 然后这下面又多出了个二撒蛋出来了 臭小子,我兄弟虽然傻 但是你也不能忏忍到把他骗出去让太阳照死啊 哈哈,你都承承他傻了 要不你也跟着出来一下 哎呀,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一刀就把你给干掉了 好嘞,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流动水立方拆掉放到上面来了 那我还是先飞到天上看一下情况吧 哇,感觉还要弄好几次水立方才能把这里清空啊 这工程量浩大呀 没办法,撸起袖子继续干 哎哟,下面又生成了个长毛怪 先不管他了 反正他也不敢出来被太阳照到的 我先把这个流动水立方给拆了 哎呀呀,草率了 我忘记了他可以远程攻击的呀 哼,既然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真的是弱道报,一键搞定 好吧,我现在可以安心地拆蓝图了 拆掉蓝图以后,我就把它拿上来了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开始第二次大清除了 嘿嘿,其实这样的方法还是挺好的 他可以一边在这里清除 然后我一边去做自己的事 哎哟,我又发现那边还有一棵很高大的树 那也得过去把它清除掉呀 哇哇哇,这个树感觉砍得更久啊 砍得我手都酸了 三人小哥都出来了 感觉是从白天砍到晚上的节奏啊 搞定,呦吼,吓起了流星雨啊 那还是捡上一些木头吧 然后就去睡觉了 因为我挺担心一大晚上 我唯一的一个野人弓箭手会被怪物给干掉 哎哟,第二次的挖矿水立方也已经完成工作了 把整个区域也掏空了 那接下来就是拆掉它 继续叠上去 然后把上面的区域也清空了 好嘞,我的第三次流动水立方也开始工作了 估计再过不了多久 我就有一个很空旷的区域来提供给我的野人小伙伴活动了 谢谢大家